大家好,我是Lek仔 今天分享的是非常香口野味 令人瑞弦三尺 肉霸不能的香煎蠔餅 如果你都喜歡吃蠔餅的話 記得給個like button 支持一下香口野味的菜式 阿哥要兩份蠔 OK 好啊,麻煩,好新鮮 是呀,只有兩份 是呀,很棒 要煎出夠香味的蠔餅 所以我就會準備多些少蔥 這裡總共有一束蔥 切的時候建議大家切粗一點 因為這樣咬下去 吃起來才吃到蔥的味道 要注意的就是 蔥一定要洗乾淨 瀝乾所有水份才好切 如果不是,就會越煎越多水 只剩下蔥花 只剩下蔥花就應該不夠香了 所以就加多一束的芫荽 芫荽呢,我就會用上半部分 即是幼款和一些薄滴滴的嫩葉 因為呢,如果你用粗了些款去煎 會越煎就不斷出水 所以我們只用一些嫩口的位置就好了 芫荽、蔥都準備好 就輪到最艱辛的工序 就是洗蠔的時候 那些蠔是怎樣才算帥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到蠔每隻隻都脹肥肥肥 黑色的邊 通常靚蠔都是黑邊 深色為主 挺身 因為如果蠔的溫度不夠 會射身的 即是會撒下來的 而整隻蠔型都是完整 又沒有說有些損傷 即是完整沒有破損 還要聞到淡淡的海水味道 這些就是漂亮的蠔了 洗的時候 我們就放兩個大茶匙的生粉進去 吸附一下它的髒東西 為什麼會說洗蠔是一個很艱辛的工序呢 因為洗蠔要比較小心謹慎 因為逢是蠔最忌的一件事 就是有蠔殼 依附著在蠔身邊 所以洗的時候 一來我們怕刺傷手 如果我們第二件事 就是洗不乾淨的時候 吃到蠔殼 那麼刺的東西 刺到腸胃就很危險了 所以建議大家 在這裡開光晚這盞燈 用一個小小的力度 去洗蠔 逐隻蠔 檢查它的邊 在裡面 所以就是 艱辛的原因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 吃到這些 特別是蠔仔 就更加上要小心 逐隻逐隻檢查它就可以了 我們用生粉水洗完一轉之後 就過兩次到三次水就可以了 如果你洗得太多次 蠔味都會沖走 自己去洗蠔 洗乾淨之後 我們再用乾毛巾 將它的水分引一次 之後就再用廚房紙來引多一次 最好用一些漂亮 優質一點的廚房紙 因為如果你的紙不夠力的話 很容易會溶 而且蠔特別容易出水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水分都盡可能地印乾它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比較方便 就是把它輕輕出一出水 這樣蠔就不會那麼容易出水 而且會收得更緊緻 不過這個方法 就會流失了它的鮮味 所以今次我就不出水了 直接把它的水分印到乾為止 到最後我們就要開這個蛋漿 這個是靈魂所在 搞得好不好就要看這個漿 這一包就是蕃薯粉 百元就買到 那就是街市的光貨店就買到 記得是蕃薯粉 那我就會放兩湯匙的蕃薯粉 來做一個膽子 蕃薯粉的特性就會比較上軟硬 但是呢就做不到一個脆口硬的效果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混合粉了 而最方便的方法 家裡最多時候都有生粉 那我就補了一湯匙的生粉 生粉的特性就會比較硬一點 但如果想再硬淨一點 脆一點 不妨去特意去買一包麵粉 就會做到一個硬淨脆身的效果 那如果你說方便起見 當然是用生粉來代替 不妨去 不妨去 下了三湯匙的粉 下了三湯匙的水 下了三湯匙的水 攪拌均勻了 我們才下了味 這樣才會更均勻 味道 到了下味的時候 我們就先下魚露 魚露可以做一個鮮鹹的味道 可以帶起蠔的味道 我們就下一個茶匙的魚露 下了魚露 味道就會偏向鹹一點 所以我們就要下半茶匙的砂糖 味道就會沒那麼寡 始終生蠔有點腥味 我們下半茶匙左右的黑胡椒粉 一來就會香一點 二來可以驅除蠔的味道 最後我們都要輕輕補三四分一的鹽下去 調一調它的味道 這個味道就非常好 不要以為下完味就完成了蛋漿 最後當然要下一隻蛋 這兩隻就不是普通的雞蛋 而是鴨蛋 鴨蛋在哪裏買呢 也都是在剛貨店、雜貨店 就買到的了 靈魂所在 我們建議大家 都是下兩隻的鴨蛋 如果你沒有鴨蛋 就下三隻的雞蛋 來替代它 因為鴨蛋真的香很多 風味所在 進載鴨蛋 我們在第二個碟裡 先發勻了蛋 為何要這樣做 不直接放進漿裡 攪勻它 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鴨蛋或者雞蛋 壞起來 一打一打下去的漿裡 那整個漿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打雞蛋 多數都在第二個碟裡打出來 驗證了是沒有問題 才去把蛋水 就合在漿裡 一次過拌勻它 最後就把青蔥、芫草和蠔子 一次過拌勻它一起 這樣就可以煎得了 那煎蠔餅呢 最方便又舒服 都是用一個煎餅會好些 還有加多些少油 因為煎出來會香 一些 下漿之前 記得攪勻底 因為這樣才會均勻一點 不然最馬邊就不會均勻 在蛋漿未凝固之前 我們就盡快把所有的漿 均勻地養開它 平面越大越好 盡可能不要被鴨打在一起 因為越厚的漿 就越難煎了 全程都是用一個中細火來完成就可以了 因為 凡是蛋很容易會煎焦 煎了大概兩分多鐘 我們看一看它 見到它下面硬硬的 有些金黃色 是時候可以翻 翻的時候 最重要是小心點 見到它的油多的話 不妨先避開它 才去拋 對呀 如果不可以拋不起來的話 其實可以用一個鑊鏟 去鏟開它 來翻 希望大家都順順利利 之後 見它沒什麼油 就補一點點油 讓它收多大概 分幾兩分鐘左右 這樣就煎好了 最後就加一些芫荽蔥 中間放多一隻紅當當的辣椒仔 點綴一下就好看了 如果你都喜歡吃今集的香煎蠔餅的話 記得給個讚 這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